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能夠對抗癌細胞的天然植物提取物 是有哪幾種和它有什麼的作用 第一種就是勞匯素 在醫學研究報告裡面 證實勞匯裡面含有一種叫做emodine的成分 這種成分是有效抑制連鎖蛋白 令到癌細胞是無法擴散的 第二種就是洋蔥素 好 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 洋蔥含有了一種名為Krysatine的成分 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 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 第三種就是粟米森素 癌細胞獨有一種酵素名為中端酶 能夠不斷自我修復避免腦化 而粟米森含有一種叫做lacotinic acid的物質 能夠有效抑制中端酶 加速它的衰老過程 和加快這個癌細胞滅亡 我們夠 好 三教九流 又開始了 我老三 我 Peter仔 我剛剛錄音的時候 突然想到一些東西 因為看到鏡頭 找老闆支持我們服裝費 很漂亮 你今天很漂亮 當然 全部新的東西 從頭到腳 還沒過年 全部新的東西 我看到過年那天 很厲害 直走好像娶老婆 我老婆說 經常上鏡 不要黑黑沉沉 我經常說你 不要穿到烏烏黑沉的顏色 沒有來精神 現在年輕了超過二十年以上 我想是嗎 當然 如果我傷了牙齒三十年 做了臉色 要不要打個假筷 我們不用了 要不要檢驗嗎 男人不用了 挺好看 給人們回應說我們託爐 也是兩隻死粗爐 還是吃白粉的 還是吃白粉的粗爐 有才吃白粉 今集我們說些什麼 信眾要求 不是信眾 汪大衛提供 汪大衛提供 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看些什麼電視 看些什麼電視 各樣東西 哇 這個話題真的很闊 做一集就真的有很久 還沒說完 我相信我們這個節目出門的時候 跟著那些留言 你什麼還沒說 你什麼還沒說 是 是 我們盡量記吧 沒有寫下的 什麼都沒有 記得這麼多 我們現在做節目 是這樣的 我今天做什麼 荷蘭汪大衛說 這個題目 就說這個 那就走進來 是 那你最初看電視的時候 是多少歲 最初 知道有電視這件事 就很清楚 九歲 那我比你年輕 以前個個都窮 我們住在荔枝角度的時候 十伙人都沒有電視 你這樣就小規模 我們整個村子都沒有電視 其實個個都沒有 怎麼看呢 兩個地方 一個我們住四樓的 二樓的家人 有電視的 我認識他那些 大家近年幾的小孩 就在他那裡看 那時候看麗的呼聲 有線電視 要付錢的 是 我知道 那看什麼呢 看荔太郎 看荔太郎 荔太郎 荔太郎我沒有說 那接著在哪裏看呢 梁茶譜 梁茶譜 梁茶譜不是 入那些錢聽歌嗎 是啊 他之前 已經是再之前 那時候我想一毛錢 那時候聽歌 那時候是再之前 但是你有電視看 都有歌廳 一樣有那部機器在那裏 一放學 經過梁茶譜 一做電視 他全部都在那裏看 他都在那裏看 那些都在那裏看 摔角嗎? 還未到 當然是看超人 超人我都很後期 鹹蛋超人 吉田 太空浪 很後期嗎? 那時候 好像不是看他先 是看摔角先 先說說先 不要理會他先後 這麼久都不知道在哪裏先 看超人 是吧?好看 即是那種 想像 我們中國人沒有這些想像 拍到今時今日都是《膝油記》 《膝油記》還是那個故事 九十幾集 拍來拍去的那些 都是那個故事 雖然《膝油記》 沒有一千幾百年 怎會只有那幾個故事 只有西游的故事 有很多故事 應該比我們多 他不懂得作劇 他不懂得 前前後後那些因果 最簡單就是講西游記 黃飛鴻系列 幾十套 幾十個劇情 是吧? 他真是 我們中國人的創作能力 真是低 你無千變萬化 都是去取西經 最多就講他是怎樣 學法 跟太上老君學法 這樣就完了 講完了 完全都不精 看看周星馳拍得多好笑 多精彩 特技多好都是假的 即是你跳不出那個框框 一跳不出 你只是賣周星馳的名字 都是同一個故事 笑料不同 只是加一些笑料 只是加一些笑料 不好看 為什麼呢? 後來 講到後來 講到後來張偉健 拍得這麼多人追著看 是因為張偉健做得好 故事是一樣的 那個誰呢? 袁紹輝好像做過 是嗎? 其實很多人做過 不過沒有人跳得出那個框框 以前做大戲的叫什麼? 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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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佳有做過 魚佳有做過 那 就不要講這些字了 再講這些 就讓我彈到 我們中國的創作人 九個一皮 全部要收到 沒有多少個好東西的 日本仔就是這些好東西 是啊 你百彈真是主意的 跟我一樣 不是啊 人家超人是好的 雖然他每個故事都是這樣的 但是他那個 怎樣說 扎那個馬好 玩的招式一樣 沒有所謂 那個馬靚 為什麼呢? 雜雜 危急關頭變超人 當然要打一大輪 又飛踢又成 才能出的那些曙光 金剛圈 還要那個心口彎燈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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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每次都響 但是他又好看 迷到我們那些年輕人 但是他的畫面 就是他一舉起一手 拳頭比自己的人頭大 那種比例 那種氣勢 你就是沒有 只有他 還有那時候六十年代 是覺得很新奇 是不是 那不要說他 說那些超人 有個大S那個 穿著底褲上面那個 紅色底褲上面那個 美國 那個超人 有個大S那個 有個大S的 像有個鑽石底褲上面那個S 有個S的 那種鑽石底褲上面 這樣飛的超人 又是披肩的 當時發生過一件事 梁嬰姐死了 穿了毛巾 看不知幾樓 飛到街上 她以為真是曉飛 以前的人單純都這樣 那你超人吧 那你看摔角也有什麼 不要這麼快說那裏 我們先說說劇集 看摔角 回去試試讀蛇鑽 是很痛的 雖然迷雲鎖永遠迷不住人 那你繼續說說剛才的超人 超人就 我讚他那個創作能力強 開始有外星人 有創作能力強 其實沒什麼的 一路做到超人做到現在 不同了 死了九年 原裝的超人 郭家庭 不是那個 你平常戴眼鏡好斯文 一進廁所 脫掉了 就飛去變成披肩那個 其實超人很多人做過 包括劇集 你現在說那個死了的超人 就是拍戲的 那個叫基斯道化里夫 還是什麼 忘記了 基斯道化旁馬 什麼 拍級殭屍 不要管了 不知道 那他後來是拍這個 遲江倒落七十年的男主角 那他就騎馬 跌了下來 然後就坦 現在就說這個 就是這個超人 這個做寫字樓 很斯文 記者 現在進廚房 廁所 廁所 電話停 一進去就變成超人飛出來 又是創作能力高到不得了 那 講劇集 我小孩子 如果看那些歐美劇集 不要講其他 不是講我們 香港那些 那些劇集要看 齊小欣言 最多就是 梁天 還有那個是殷巧兒 是不是 還是張巧兒 殷巧兒 不知道 拍那些什麼 小白菜那些 金屍鳥那些 唉 永遠都脫離不了 為什麼從小到大 喜歡看別人外國的東西 因為別人 那些東西 你想像也想像不到 這樣才吸引你的 新奇 一個泰山 追著看 是不是 我相信很多 我們今年的年紀 都知道的了 支彈 那隻馬鈴 黑星星 女朋友阿珍 女朋友 但是他 還有一個小孩子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又好像穿一條皮褲 真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你問問天狗兄弟那些 那個泰山其實很多人做過 但是 這個 那個最有型 這個最有型 因為他高高瘦瘦 其他的肌肉型那一頭 這個沒有那麼肌肉型 就是阿力輸華 生育家那些 那些不好看 那些不好看 因為大舊 那些肌肉 不能靈活 原來他是奧 那時候不是叫奧運 叫勢運 就是泰山 是 游泳冠軍 所以你看他拍那些劇集 他阿弦一輪 或者跳到水裡 那些潭 瀑布 整個飛身下去 你看他游泳 潛水好 游泳紅 真的不像一個普通人的游泳 他其實就是一個世運冠軍 不過他每次都是 有自由式 沒有碟式的 沒有背榮的 是啊 其實他想的 但是沒有理由 有什麼理由 泰山森林的原始人 有這麼多色 但他有自由式也很漂亮 瓜式自由式 是 這個泰山是令人很壞 看了那麼久 都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自己都不記得 總之就是泰山 他根本就是泰山 那些人做一套事成功 就像周韻發那樣 他做英雄本色 爆出來 個個都抹歌 是不是 一樣的 如果他繼續做抹歌 那些人慢慢就 他當然不是電視片集 如果做電視片集 就慢慢會忘記你原本的名字 就是關德興 黃飛鴻 你任何後期 李連傑拍好 哪個人拍都好 我可以這樣說 你不是黃飛鴻 黃飛鴻是關德興 是不是 形象是他這樣的 雖然我們現在當然知道 以前的黃飛鴻是怎樣的樣子 一點都不像 可能李連傑更像 因為沒有那麼高大 關德興很高大 他現在很多人都說 我剛才看完 說黃飛鴻這個樣子 現在他只有一張照片 他說這個都不是黃飛鴻 你有空上網看看 莫桂蘭的老婆死了沒有很多年 如果是應該出來產他 我老公不是這樣 他說不知道是他那個 跟他有親戚關係 但是不是他 你不說我又不知道 現在還未證實 但有些人說是 有些人說不是 因為黃飛鴻的照片 不知道是否打仗 那時候都被燒毀了 因為如果你有這樣的照片 不過你現在才說 莫桂蘭都不在 如果莫桂蘭在 就可以 這個是我老公 但是如果那時候出的照片 因為他死了 我看 莫桂蘭十多年 死了 不知道 應該就像鬼眼鏡一樣 我老公不是這樣 那些人說什麼 實在吵也行 那我們不要吵 休息一會 回來 好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故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classe 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